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调整好心态 享受美好的生活 该怎样面对烦恼 享受灿烂的人生 高级心理咨询师 中国人民大学孙建生副教授 主讲的阳光心态十二讲系列节目 为您拨开心灵的迷雾 让您从此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 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诗说节目 阳光心态灿烂人生 今天我们讲一个非常甜蜜的话题 那就是感恩 感恩 我听过一首歌 感恩的心 里头的歌词写得很深刻 有很多人问说幸福在哪里 我们说幸福的第一个元素 就是感恩 如果你不会感恩 幸福远远的 如果你会感恩 幸福就已经满满的了 那么我们说 是不是在生活中 必须有很重大的事情 说别人替我做了一个很大的事情 帮了我很大的忙 我才需要感恩呢 不是 既然它是生活的最基本的要素 说明 它就天天在我们身边 只是我们不留神 不留意 把它放过去了 有这么一对年轻夫妇 也很有意思 他们结婚没有多长时间 这个夫人呢 对先生吸烟 颇有畏刺 小伙子 为了不让夫人说 尽量不在家吸烟 到单位上班的时候吸烟 然后呢 回到家了 如果吸烟 还很自觉 自己跑外的喝吸钱 所以家里头 基本还维持着一个无烟状况 因为夫人总是说 你少吸点烟 你吸的烟屋里很有味 你吸烟身体很不好 她就停着 夫人一再的去劝她 你赶紧戒烟吧 你又不是吸的很厉害 你完全可以戒 她听不进去 就这样 维持了一段时间 偶有一天 这位小伙子 约了三位朋友 到家里来 夫人给做了饭 吃完饭 大家在那聊天 打牌 那么 夫人就在旁边 倒水 陪着坐着 听着 不说什么 大家都很投机 这三位 和他们先生 都吸烟 客人来了 不能不让人吸啊 大家一谈着投机 一下子 两三个小时过去了 不知不觉 抽了三盒烟 这屋里头啊 就烟呐 那个夫人啊 一会儿站起来 开会儿窗户 又盘梁啊 在关上 待会儿来 再站起来 开会儿窗户 然后给大家倒水 什么都没说 非常贤惠 临走的时候 这几个朋友 想起来了 又 说 嫂子 您不让大哥吸烟 今天让我们带着 你看给您这屋里 吸了这么多的烟 您怎么今儿也不管他了 夫人说 他今天开心 把你们请来 大家都很高兴 如果他开心 他高兴 那就让他吸嘛 我与其让他不开心 不高兴 活八十岁 还不如 让他开开心 心的 活六十岁 后来到单位 大家去打嗨嗨 说你看看你夫人 不像你说的 他管 你不管你 不是让你吸吗 随便吸 没过多久 这位小伙子 把烟给戒了 抽烟 常常让一些家庭 出现不和谐的音诵 但是面对同样的情况 一位聪明女士 却是战五 成功戒出了 多年的烟饮 这位女士 用了什么样 高明的办法呢 小伙子把烟戒了 他出于什么 感恩 感恩呢 他觉得他夫人 对他太好了 夫人为了让他快乐 他为什么不陪夫人 多二十年呢 于是他自己把烟戒了 我们看这么一件小事 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在我们身边 还有很多的 这样的人 事 物 往往我们麻木了 我们麻木了以后 我们就没有感恩了 还有 我们有时候 工作很忙 回到家了 可能从来 不管家里做饭的事情 但家里总要有人做饭 您回到家了 一进来 把衣服换了 把包一扔 哎呀 太累了 我得休息 可是 做饭的人 是专职的吗 他一天 始终没工作 在等着做这顿饭 不会吧 但是您可能会想 他不做饭怎么着 那肯定就是他做饭 那我不会做呀 因为不会做 就有了理由 这个理由 可以有 但不能不感恩 等我们坐到桌上了 饭菜摆上来了 您夹上去 搁到嘴里 哎呀 这个饭菜做的 闲了 或者您看了一下以后 怎么老是这几样啊 等等等等 想一想 这个时候 会幸福吗 如果您真的感恩 您可以不会掌勺做饭 但您可以帮厨 帮厨啊 脱了衣服 进了厨房 晚上秀的 来 我来帮你做点什么 那就是一份温暖 你心里在想 他也不容易 上一天办了 还要做饭 我能帮他一点 就帮他一点啊 人家一定把你推出来 不用了 不用了 你做这些 等着吃吧 等着吃吧 多甜蜜啊 幸福实现了 这些都是生活中 平平淡淡的事 但是他需要一颗 感恩的心 拥有一颗感恩的心 可以让平淡的家庭生活 演奏出幸福和谐的预章 那么 拥有一颗感恩的心 在社会大舞台上 又将产生 怎样的奇迹呢 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在2005年的春节晚会上 有一台节目 叫千首观音 这个千首观音的节目 演出以后 使所有在座的 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们 为之一阵 非常美呀 非常的美 千首观音 这个节目 已经在国际上 享有声誉了 后来这台节目 获得了 当年春节晚会 歌舞类节目的 一登奖 为什么会享有 这个殊荣了 他们演得非常精湛 而更精彩的是在 他们排练这个节目中的 那些显微人知的故事 大家都看到了千首观音 那是由21位演员 来完成的 在这里头有13位 女演员 还有很多位是男演员 不知道您想象了没有 那么柔软弹性的舞蹈 他竟然是男同志完成了 说为什么要有小伙子 那个小伙子 是因为这千首观音 从前到后 由低向高 女同志的身高就不够了 到后面一定是要男同志 所以有的小伙子 身高相当的高 那么高大的小伙子 去演这么灵巧的 肢体性的舞蹈 大家想一想 谈何容易 他们就这么练 我回去试了试 我自己练练 我练笔和几下 我手就抽筋了 要不然电视 观众 你们也可以试一试 你就只知道 有多大的难度 然后我们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因为叫千首观音 所以所有的手必要出来 展示出来 但是前面只有一张脸 他们辛辛苦苦练半天 而且每一位演员 都是很漂亮的 很英俊的 但是为了演出这台节目的成功 他们不能露出自己的脸 谁不想自己演出的时候 让家里人看看 这就是我演的 如果露出脸来 那就变成千脸观音了 所以大家想一想 千首观音 那些背后显为人知的故事 被人们所知道以后 是不是会深深地打动我们 我们要感恩呢 他们为我们奉献了 不仅仅是一台优秀的节目 还有那二十多颗爱的心 于是投票很自然 大家把爱心投向了他们 所以我们说 在生活中 如果心中有爱 你就会伸出一千次手 去帮助别人 如果心中有爱 就会有一千只手来帮助我们 这个社会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都在一颗爱心 而这颗爱心 怎么感受到的 感恩 感恩 所以牵手观音这个节目 使我们至今难以忘怀 人生得意 好事连连 自然可以感恩 可知生活并非总是称心如意 一帆风顺 面对失忆和挫折 我们还需要感恩吗 有的同志说了 遇上好事了 我当然可以感恩 这些都是好人吗 好事吗 问题是我没遇到 我没遇到我感什么恩 大家想一想 生活有苦有甜 挫折 困难 委屈 这些东西 都是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 我们面对它的时候 想一想 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生活 真的没有好处吗 不会 就是这些东西 可能能够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说 感恩可以感激所有的事情 一个人 不小心伤害了我们 我们要感恩他 为什么要感恩他 他给了我一次锻炼的机会 感恩是个很崇高的品质 但是他就在我们每个平凡人中间 在那里头会发现很崇高的东西 并不是我们要把这么崇高的东西 需要仰视 去找那些东西的 有一位 简破烂的 有一位简破烂的 他原来简破烂和自己的妻子一块简破烂 很勤奋 很努力 所以人们就叫他 破烂王 因为他们劳动的成果很好 他们自己就靠这个养家糊口 他是山东历经县的一个农民 后来有一天 他在街上 偶然的遇上了一件事 他发现了一个智障的昏迷不醒 于是他把他救了回去 把他带回到他那破烂的家里头 为他治病 给他饭吃 然后又帮他找到了他的家 这个社会多么的美好 这些人 我们大家是不是要感激他们 而那些被他们救助的人 更是充满了新生活的希望 有的时候 我们无意中会发现 别人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 有一个穷山村 那里他教育情况很差 后来上级 就派去了一位年轻的女老师 这位女老师很有爱心 志愿到这么贫穷 边远的地方当那个民办教师 他来到这个地方以后 生活条件就很差呀 学校里头的时常吃的饭 是很一般的 长时间不行 所以自己想办法 给自己增加点营养 来保证工作 于是他要走一段路 到这个山村里头 去买鸡蛋 回来自己煮个鸡蛋 每天吃个鸡蛋 他到这个山村以后 有一位老妈妈是卖鸡蛋的 他就到老妈妈那儿 说老妈妈你的鸡蛋怎么卖 老妈妈说 您说吧 因为老妈妈知道 她是学校的老师 这位女老师心里想 在我的家乡里头 鸡蛋 四毛五一个 遍地都可以买到 但是这位老妈妈 这么大年纪了 还在买鸡蛋 多不容易啊 于是他说 五毛一个吧 奇怪的是 老人家并没有说什么 老人家说 那好 那以后 你就到我这来买吧 这位女老师心里 坦然了 因为他多给这位老妈妈 加了五分钱 他想老人很不易 就这样 一段时间 他总是到老妈妈那儿买鸡蛋 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想 老妈妈还是很辛苦 于是 他跟老妈妈商量 五毛五一个 我给您加五分钱 您太不容易了 你一定得接受 老妈妈执意不肯 我不行 闺女 千万不能这样做的 五毛就是五毛的 说好价 不要再动的 你很辛苦 女教师坚持 说老妈妈 您一定要 接受我这个价格 因为您年纪大了 您给我卖鸡蛋 我能够吃您煮的鸡蛋 我已经很幸福了 您要是不接受我的价格 您让我心里 每吃一个鸡蛋 都很难平静 我不舒服 老妈妈 没说什么 说那好吧 于是 改成了五毛五 但是 又过了一段时间 偶有一次机会 他去到那买鸡蛋 发现 批发鸡蛋的 一个贩子 在跟老妈妈讨价还价 说你给我鸡蛋 多少 老妈妈说六毛 是我不赚钱的 所以你应该给我六毛五 那个贩子一定要坚持要六毛 这位女老师在旁边听到了 心里顿时一沉 原来这个地方和她的家乡是不一样的 鸡蛋最低价要卖到六毛啊 可是这位老妈妈 没有说过 而这位女教师一直以来认为自己 是善拜老人 给老人多的 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都是好人 都知道感恩 但是这位女教师会更受到感动 一位朴素的老妈妈 为了这位年轻教师能够留在这里继续教书 为了她的健康 默默的 自己这么长的时间 承担着损失 对我们身边的人 事物 抱以一个感恩的心 在我们的身边 在我们的亲人中 在我们的同事中 并不会每天有 每一个人都在跟你说 他在为你做了什么 他付出了多少 但是我们不应该 觉得大家都没做 很多人为我们做了很多 我们真的应该感谢他们 有的时候我们不知 就很愧疚了 我们知道了 再不去感恩 那就更不对了 所以如果大家经常的去关注这个问题 幸福就在身边 就在每天的生活中 一定不会少的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